不想留房子给不孝小孩 到底该怎么做呢 想把房子过户给孩子 到底哪一种方法最结税呢 不孝跟不孝顺 其实要分开来好不好 气氧算不算不孝 不算 老人家你如果要房子 要过户给小孩 你最好留的 今天我们就找来马再琴律师 不只要教你如何规划 人生最后一堂理财课 还要触破常见的遗产继承迷思 下半经济学有很多的专家 都来跟我们讲 怎么赚钱怎么理财 可是我觉得有一个最难的 就是遗嘱跟遗产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请教 这个马律师来跟我们聊 我们下半经济学在网络上 收集了就继承了常见迷思 那第一个遗产配 我可以先分一半 那其他再有子女平分 是真的吗 没错 所谓分一半是指 夫妻间的剩余财产分配 那其实这个剩余财产 剩余财产分配包含离婚 也会一样发生同样的事 所以配偶一方死亡 你把它当作是离婚就好了 因为婚姻关系已经消灭了 所以另外的配偶 当然有权利在结束的时候 拿回我们这么多年来 共同我的劳力所得 如果我比较多 他比较少 所以我们现在两个人 如果过世的时候 就是自动就平分 加财除以二吗 如果是您过世 你过世的时候 你的财产高于他 他就可以要求你们的差额的一半 譬如说你过世的时候是一千万 我是五百万 他要给你两百五十万 剩下的七百五给子女 当作遗产去分 不过律师我想请问 因为有一些妈妈就是很爱子女 所以他可能会觉得说 那我不要分 我就想要把先生所有的财产 都直接分配给子女 那这样的状况之下 是会比较划算 还是其实不一定 我觉得比较不划算 因为刚刚我提到你们同样的例子 本来遗产是 你是一千万嘛 对 然后他拿走 两百五 你是七百五对不对 七百五来算遗产 那你如果抛弃继承 通通给小孩分 一千万 那你给七百五的遗产 跟一千万的遗产 一定不一样啊 税金又不一样 税金又遗产税就不一样啊 这个我知道 这个东西大家都会考量 因为人死掉的时候 大家考虑的都是 第一先逃避国税局的 所以讲 因为认为交给国家都是多的嘛 一定是先给自己人分 money分多少 各个小孩分多少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 抛弃继承之后 就可以顺利隔代继承吗 抛弃继承 有法律的规定 你只要抛弃 同一顺位的继承人 抛弃以后 你的那个扣打 会分到其他人身上 你不可以说我抛弃以后 我把我的部分指定给我小孩 没有这回事 这个是没有这回事 抛弃是连指定的权利都没有 对 指定的权利都没有 你一抛弃 这个遗产就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我举个例子来讲 一个老先生九千万 有三个儿子 三个儿子本来讲说 好像我们就三千三千三千嘛 那其中一个 其中可能某些人 比如说信用有问题 对 怕继承以后再问人来追债 我抛弃好了 给我儿 抛弃以后是不是调到我儿子下面去 对 孙辈 错 你一抛弃完以后 自动变成有四千五四千五 你是零 你的儿子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了 对 怎么办 这个就不能随便乱抛弃 抛弃继承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法律制度 我抛掉以后就是我儿子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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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样子 绝对不是这样子 法律跟直觉是不一样的 这种抛弃 尤其金额那么大 一定要问过律师以后才行 那律师 因为像其实有一些 比如说这个爷爷 他年纪很大 其实儿子辈年纪也都蛮大 他们觉得说 那我们就共同一起抛弃 给我们的孩子 好 共同抛弃更惨 为什么 如果共同抛弃三个人 想说三个人共同抛弃的话 是不是各自三千万会流到下半 那个下一代的那个孙子身上 不对 你全部抛弃完以后 继承的顺序就跳到下一代 跳到下一代以后呢 按照下一代的人数去储平均值 全部抛弃掉 结果你会发现 老大有三个小孩 然后二老三都一个 变成全部是五个人除以九千 那你就谁赚到 老大赚到 老大赚到 生三个 三个分九千万的 五分之一的九千万 是 回头再来看第一个 就是如果过世前讲 例如说我现在生病了 那我就先把财产先分给上网 这样子也算遗产吗 这算物遗产 但是这个遗产的定义 有不同的对象 会发生不同的效果 赠予税法里面有规定 两年内的财产 死亡前两年财产去赠予的话 我们列入遗产的计算数字 我举个例子 譬如说 某甲死掉以后 它有五百万 那国税局 国税局弃而不舍查出来说 不对喔 你知道死前两年 有财五百万 送给某一个人 对 那国税局说 不好意思 根据台湾法律规定 我用一千万当作是你的遗产 来计算遗产税 这是计算额 那你说 算出来的金额谁付 由这五百万来付 这个对国税局来说 它不吃亏 它绝对不让你们死前到处那边傻财产 这是国税局为了要防止你们这些逃漏遗产税 所想出来的办法 赚到最多是它 因为它不用缴遗产税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拿到的时候会是个状况 这是对国税局来转 那对于计程人来讲 既然国税局说那个是遗产 那我们是不是请求它把五百万付出来 因为它已经 他已經贈予出去了 你只能夠分這些500萬 所以這500萬除了要用1000萬的遺產稅 來算遺產稅以外 我們只能夠用這500萬來分財產 那如果你說有人會問說 那對於其他的債權人 假設你欠我錢 你不還我錢 把錢拿去贈予給他以後 然後死掉 我能不能要 我只能夠對遺產之急 錯 台灣的法令規定 為了保障債權人 我也可以對你 神錢贈予給他 對 因為你侵害到我的債權 我可以跟你要這500萬 裡面假設欠我100萬 因為等於是我把我的債權 我把我賺的錢轉移出去 對 我們對於這三個 都有不同的效果 其實我們剛剛講很多迷思 但是如果用一些 比較真實的一些例子來看 我記得之前看過一個新聞 就是有一個媽媽 她就是在先生過世以後 她覺得說 那我就拋棄繼承 我讓我的遺產稅 全部都給子女分配 沒有想到繳的稅差很多 本來她如果也參與這個分配的話 他們只要繳1000塊的這個稅 結果她因為拋棄繼承 結果他們要講49萬多 沒錯 這是我剛剛提到的 因為夫妻死亡以後 他有一半的剩餘財產請求人 可以請求分過去 那個插額剛剛講 我們那個插額可以分過去 那就不列入遺產 不列入遺產的話 是不是遺產已經少掉一半了 或是少掉四分之一 anyway 少掉一些錢 那個的計算值當然比較低 甚至會落入免稅額的範圍 媽媽為了要體恤小孩 拋棄繼承以後 他把那個遺產的禁值變大了 我舉個最明顯的例子 王永慶 王永慶當初過世的時候 他的原配 因為他跟原配之間的財產 懸殊非常大 那原配幾乎沒什麼財產 他的財產非常多 你想嘛 一男一輩 幾乎就只砍一半了 對啊 你100億 他如果5000萬 算一算是不是要給他 這50幾億 那本來是100億的遺產稅 因為太太行駛那一半過來 是不是變成50億 對 差很多耶 對啊 50億的話 再由太太跟其他小孩 可以再組裝評分 所以你就知道 這一來一往差很多 所以一定要想清楚 到底放在 你要行駛這個權力 到底你是要躲遺產稅 還是將來媽媽考量說 沒關係 那我繳這個稅 日後等我走了 不要再分一次 每個人槍馬不一樣 因為有一件事情 我們最難拿捏的是 誰什麼時候死掉 這是最難拿捏的 這幾年半假的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說 到了公家機關 就一刷才知道說 原來家長裡面 他名下有什麼樣子的 各式跟他財產 連藏起來都看得到 很誇張 對 所以說真的 就不要騙國稅局 真的有點困難 對啊 不過有另外一個 我覺得除了這個是 有價債券跟現金之外 我覺得大家比較債是房子 對 因為假設我有三個小孩 然後我剛好也有三間房子 就現在有三個 第一個我用鎮宇 第二個我把房子賣給他 第三個我過時他用繼承的 哪一個方法比較好 鎮宇 買賣 繼承 這三個方法都是有人常用的方法 但是我先中間把它區分來看 鎮宇跟買賣是生前 生前 另外一個死後 生前呢 就有一個大考量 給你們以後你會不會不孝 這個你要先講清楚好不好 這個東西 這個都給你了 這是最根本的考量 然後死後 死後就沒這個問題 死後就你們來分嘛 我舉個例子來講 如果是買賣 一般來講 直系清楚的買賣 通常在國稅局就直接認定是贈餘 他就是直接認定 所以你必須要拿出紮紮實實的金流 真的有錢過去 然後金流都做得很漂亮 然後錢不能回流 錢不能再回回來 我能拿現金去買嗎 一樣你要證明金流 你拿現金更能讓國稅局覺得 這是假的 對啊 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有金流債 而且爸爸的財產增加了 你只要是又變多了 對 你一定要有金流債 不然會視同贈雨 那如果贈雨跟買賣 都最大的關鍵點跟死後繼承 最大是增值稅 死掉以後增值稅是免科的 生前贈雨跟買賣 都可以比增值稅 所以那個老房子 什麼50年沒過戶的 很多人說 瑪麗莉莎 我這個爸爸要給我 我說你考慮一下 你爸爸走了 跟政府賺了一條增值稅 你爸爸要給你 你就要先掏增值稅的錢出來 我們常常會遇到一件事情 你的敵人到底是國稅局 還是你的兄弟姊妹 喔 你腳好直接喔 爸爸要過房子給我 到底是基於 我跟你說 你弟弟不孝順 我才要給你 第二個問題是 你弟弟會敗家 留給他溫習 趕快拿走吧 那個時候你就要開始考慮了 爸爸 那既然敵人是弟弟 那我就去籌錢把增值稅拿來 先過在我名下 免得爸爸死後 弟弟分一半 然後弟弟敗家 或者是弟弟不孝順 就留在他身上去 所以你要先確定 你的敵人是誰 就是你在規劃這個案件的時候 你的敵人是國稅局 還是家人 欸 律師 那如果真的是同樣一個房子 它價格是一樣的 到底是贈餘的稅會比較高 還是遺產的稅比較高 不動產有一個特殊的好處就是 如果你在生前 你在生前鎮餘或者是買賣 你可以用公告限制去計價 那很可能一個房子 大概市價兩千萬 它的公告限制大概是一千五百萬 當然是一千五百萬的 鎮餘稅比較少啊 對 這個會有一個 鎮餘的價值 溢價的效果 但是有一個缺點就是 因為小孩子取得成本是實價 我們現在都有實價登錄 你是用公告限制計算 以後小孩子若干年後想要賣 是不是障礙 認實價 兩立合一歲 就會可能要多花那個錢 去做 因為你前面取得原始成本很低嘛 對 所以將來賣掉的時候 你價差高就要叫 按照你賣掉的年份 去算兩立合一歲 出來跑 只要還 對 我跟你說不管你怎麼跑 都要出來還 那我們唯一不能夠確定的就是時間 人死亡的時間不知道 是 不孝順的時間我也不知道 對 就是你剛剛所說的 不孝順的時間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什麼時候變性我也不知道 對 所以對父母來講 又該怎麼來保障自己的權益 我常常講一句話 這個如果要保障自己的權益 一定是握在手上 如果你怎麼全心全意 對小孩的付出 毫無保留 都丟給小孩 自己什麼都沒有留 這是最笨的 千萬不要覺得說 我為了閃國稅局通通給你 我就遇到過 他的敵人只認為 他自認為他的敵人是國稅局 結果全部都給小孩 小孩沒人理他 小孩也太不孝了吧 那孝哥不孝我沒有辦法反逃 我只是說老人家 你如果要房子 要供給小孩 你最好留個十分之一的 先留個十分之一 你需要登記在那個房子身上 那將來他要處分的時候 需要你同意 那至少我認為 一個不動產 當你要變現的時候 需要某個人同意的時候 還要爸爸同意 我對他講話會小聲一點點 不會 不會不理他 還要尊重他 要給他尊重一下 所以其實 當然啦 就是也有一些人 他們可能會提早立遺囑 可是不得不說 之前張文發的遺囑 就鬧得沸沸揚揚的 所以到底遺囑該怎麼立 然後用什麼 哪些方式是有效力的 遺囑大概有五種 譬如說 自書遺囑 密封遺囑 公正遺囑 代筆遺囑 口售遺囑 大概有五種 五種 但是呢 最好用的是自書 自書 自書就一個人就可以幹 DIY的 我也是用自書遺囑 你寫了 我寫了啊 我有在上面嗎 哈哈哈哈 沒有啦 開玩笑 我要研究一下這個問題 自書遺囑就是在家 拿一張紙 對 自己書寫 從頭書寫到尾就可以了 然後當然寫一下說 我死後 我財產要怎麼分配 自書遺囑 因為一個人在家就可以搞 所以有些人會出發起想 沒有按照法律的規定去寫 遺囑的規定是非常嚴格的 你只要不按照法律的規定 整個就無效 怎麼樣是按照法律規定 第一個要從頭自書到尾 從頭到尾要親手寫 不要打字喔 我打個字 下面簽個字 只要那個是打字的就無效 OK 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 沒有簽名也無效 第三個 沒有日期 日期很重要 年月日 時要嗎 時不用 年月日要 要寫時也可以 我沒有意見 要寫越精確越好 因為遺囑的效率是這樣 後遺囑壓前遺囑 對 所以我現在每天都可以寫一份遺囑 那一份有效 最新的那一份有效 update那一份有效 update那一份最有效 但最新的那一份 被那個覺得不利的人拿去 去把它燒了怎麼辦 剩舊的 法院只看遺留下來的最後一份的時間 你不要跟我去說 我沒有還有一份更後面的被燒掉 那個法院看不到好不好 照你這樣講我也可以講 我還有你比那一份更後面一份也被燒掉了 那不是循環論證的嘛 對 所以這一份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要親筆簽名 還有注意 書寫的過程當中不要圖改 盡量不要錯字 不能錯字 有些人要圖一下 好 如果你有錯字請你註明 譬如說第三行圖兩個字 錯兩個字改什麼字 你在最後後面要註記 第幾行修改三個字 寫上去在旁邊再簽一次名 就讓整份遺囑看得出來修改的人是 自己修的 而且還註明我這個地方有修改 不然那個圖改的效率就很麻煩了 差個萬 就差很多嘛 那個萬圖掉 一千萬跟把萬圖掉 那也沒有記載到底是誰圖改的 有些人第一手拿到遺囑就把你 對我不利 這拿出去你看吧 所以說第一手拿到遺囑的人 我們為了確保拿到遺囑的人 因為自己的厲害關係去把它圖改 所以法律上嚴格要求這些規定 所以我是建議說 要寫自出遺囑可以 最好請教寫完以後呢 找一個律師看一下 當律師我這樣看有沒有效 有沒有效 OK 有效就沒有問題 然後第二個部分是 這個遺囑記住要放在一個 有人知道你死掉的時候去哪 跟康熙一樣 對 放在 放在 很多人死了以後自己自出遺囑呢 也許他久了自己都忘記年紀大 你知道嗎 因為我遇到過很多後事都辦完了 遺產再翻完了 收遺物的時候 欸 哪有這張 結果財產都分光了 那很麻煩你知道嗎 那可以重新分配嗎 那就非常要看時間 有沒有過了五年 那就不行 那個時效過了就不能再回來了 所以寫的遺囑除了完整以外 還要注意誰 把東西託付給誰 你的密友 閨密 最好是跟這個沒有清楚關係的 就是沒有厲害關係的人 他會最好 因為很多人的遺囑很在乎提早曝光 是 因為提早曝光 兄弟姊妹的 感情就差了 對 那個眼神看你就是完全不一樣 對啊 我可以錄影嗎 錄影念 不行 不行 我們現在要只念用這個書 現在這個用AI換臉了 對啊 你要念誰知道你是你 對啊 不可以 對 那個數位存檔的東西 在台灣還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接受 對 可是如果說像一般人 就是說一般人可能不會有那麼多財產 就是可能幾百億這樣 可能就只有存款就幾十萬這樣 這樣也要立遺囑 其實遺囑是這樣子 台灣 你如果沒有遺囑 也會根據台灣的法律規定 按照應濟一份的方式 子氣勤屬優先順位 然後呢 父母第二順位 兄弟姊妹第三順 主父母第四順位 這個法律都有規定的 會有遺囑的人都是有想法的人 那我遇到過的特殊想法 大概就是有小三啊 就給他一個錢 非婚生子女啦 或者是想照顧的人 譬如說我有兩個小孩 但是我妹妹過得很不好 我死掉以後 我的基層人一定是小孩 妹妹是拿不到半毛錢的 我可能會在遺囑裡面寫 我想給我妹妹兩百萬 照顧他的遺囑生 或者是我會寫說 這個房子雖然給我兒子 這個房子給你 但是請你讓姑姑住到他百年走 這些就是要特別寫出來的想法 另外一種就是小孩子不孝 最多是不孝 老大娶那個媳婦我不喜歡 也來寫老大分少一點 譬如說兩間房子我會特別寫啊 如果兩間是一大一小 地保留給他 然後那個內壺留給他 如果你不寫 就是地保一人一半 內壺一人一半 那怎麼一人一半 如果我沒有賣之前 那你們兩個共同十分啊 以後再來吵 以後夫妻兩兄弟再來吵 說我要賣那一間 你要哪一間 反正後面也有一堆事情 可是通常會不想給小孩 就是可能可能是小孩很不孝 可是有時候你知道那種不孝 我不知道什麼定義 有時候只是 講話不小心小小頂撞了一下媽媽 就說你這孩子怎麼那麼不孝 其實天上都很孝順 不孝跟不孝順 其實要分開來好不好 我們所謂的不孝是積極 我的定義是這樣 不孝就是積極的辱罵 你去死死的那快 罵老爸老媽 或者毆打他 或者暴力 言語相像 這是積極的行為 有這種重大侮辱跟暴力的行為 然後你就可以表示說 我不讓他繼承 他會喪失繼承權 需要法律認定 對 要加暴令 我會建議要認證 為什麼 像譬如說加暴令 曾經被告傷害的判決書 這是最容易的 不然將來你寫這個內容說 某年某月某日 老大曾經侮辱我 說我怎麼樣 我說他不能繼承 現在問題來了 要去證明幾年幾月幾日 有沒有這件事情發生 這是一個問題 你想這種家族的事情 誰願意出來作證 都是你三姑六婆 聽你這邊 我也這邊叔叔阿姨 聽我這邊打起官司來 很累 氣養算不算不孝 不算 不算 氣養是一個消極行為 它不是不孝 它是不孝順 所以我常常遇到三個小孩 一個就是比較輕 一直照顧媽媽拔屎拔尿拔到後來 另外兩個都不聞不問 死掉以後平分啊 都一樣啊 一模一樣那個大哥跑來問我 他們為什麼可以分 媽媽死前他們一毛錢都沒出 傷障費也沒出 醫藥費也沒出 都是我一個人扛的 他們為什麼死後可以來分錢 我說他的不孝順 只是消極的不聞不問 所以沒有特別留遺囑 高度這件事情的話 就不能阻擋那個特留分就對了 你如果上市繼承權就沒有特留分了 什麼是特留分 特留分就是法律規定 你不可以因為血緣的關係 你不可以在遺囑裡面 把他身分全部剝奪光 我的財產 譬如我兩個小孩 我看老二很不順眼 我寫一個遺囑 本人遺囑全部給老大 這一句遺囑有沒有效 有 只有四分之三的效力 四分之三 因為正常來講 兩個小孩是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對不對 那法律規定 直系清除的特留分是四分之一 保留所有財產的四分之一 這是不可動搖的 不管你怎麼寫 他還會有四分之一 所以這個遺囑只發生 老大拿到四分之三的遺產 老二還是有四分之一 你再怎麼剝奪剝奪不了 是 那如果有些人覺得說 那這樣子怎麼辦 他就不叫做我要 讓他不要拿那麼多錢 那我活著的時候先除掉 對 我現在監獄 活著的時候就部分的 兩棟房子 先慢慢一間 一間房子先過給老大 對 那是不是剝下一間 對 然後我在遺囑再寫 全部給老大 是不是就變 剝了四分之一就很少 小房子的四分之一了 本來是兩間房子對不對 各有四分之一 對不對 現在我因為生前 就先過給老大了 死掉的時候只剝下小房子 那我再寫給遺囑說 我通通不給小兒子 那小兒子只能拿到小房子的四分之一 是 我覺得遺產好多學問了 真的 而且他要牽涉到人情 人情世故 然後又有不同的概念 又有不同的情緒 而且人也會變 人都會變 像我有遇到過 老大帶爸爸來我這邊寫遺囑 兩個月後 老二帶爸爸來我這邊寫遺囑 寫的不一樣 好 我就對那個老人家覺得 老人家好可憐 我也覺得 對啊 可憐吧 對 可是我經過今天律師跟我們分享之後 我就知道 其實法律不愛人情 它裡面有好多就是 我們對人性基本的考慮 沒錯 今天謝謝 對 要做東西 還是問一下專業的好不好 好 謝謝 usted 謝謝 關照 是我